回来干嘛呢 你不是说你要嫁人了吗 我去逛商场了 给儿子买了点裤子 买了件外套 特意来看他呀 好搞笑 我看我儿子关你什么事 你一个人的吗 你生的吗 你有个本事吗 还不是靠我 我看我怎么了 不准看 你规定的 你不要在这里假猩猩了 知道没有啊 我哪像你 我戴什么假猩猩 起码我来看的是真的 我给他买东西也是真的 给他买了几年的衣服也是真的 你买过几件 给他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什么好东西 买了个裤子 买了两条裤子 现在天天气都要变凉了 这裤子可以穿 然后呢 你看 外套 把这薄的外套 我们有点的裤子 两个可以穿 就买了两条裤子 一件外套 请问你买了几块布料 我什么都没买 好吧 我们呢 也不稀罕你买的衣服 以后的话 我就这么告诉你 儿子的这个吃的 穿的 用的 都不需要你负责 这个衣服呢 我会给他买啊 用的呢 我会给他用 我在前面 我什么不是你一个人的 全靠我来生 知道吗 不然你两个子都没有 知道吗 你叫什么东西 靠你 儿子需不需要我呢 是吧 他说了算跟这些关系 你不需要你拉倒 知道吧 啊 你不需要你闭门去啊 不是房间里面躲着 没有 不要看到我就是可以了 都是你的功劳 知道吧 你什么资格阻挠我呢 哎呦 这还没咋子呢 哎呦 他还不让我回来看呢 这么恶心的人呢 啊 我的意思是说是吧 你买的衣服呢 我跟儿子呢都不稀罕 知道没有啊 我们呢 没有你稀罕吗 儿子洗不下你问他了吗 我会 我会给他买 买更加漂亮的 就你那种眼光 哎呦 什么跟你样吐 知道吧 买点灰色的 哎呀 买点什么呢 哎呦 暗的颜色的 哎呦 人家小孩子都是纯纯亮色系 你的好 买那种黑不拉粗的 哎呦 或是什么暗淡无光 那种老颜色 哎呀 这那个整个里面 跟里面老是吧 跟里面有点光吐 知道不 你说你都准备嫁人了 是吧 你还来我们家干嘛呢 我家人关你什么事呢 你家你家说了 不让我看进来了吗 你过好你的日子就行了嘛 对不对 很转是吧 我说了我跟儿子在这里 我们过得很开心 我们呢 每天是吧 吃的也开开心心的 我的意思是说啊 你不用再那么激动 我的意思是说是吧 既然你有了新的生活新的开始 那你就应该好好去把你的日子给经营好 把你的日子给过好 我认识没关你什么事 那行了行了 你今天来就是 你叫什么 就是来买衣服的 是吧 我想在你住在住 怎么了 你 关你什么事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那你衣服是不是给儿子买的 那你交给我就行了 就跟你叫什么 好吧 儿子 谁呀 儿子呢 现在是吧 啊 没有时间 知道没有 他上学了 干嘛的 知道没 到晚一点 发学了什么的 你你你再就说 来给他试下也行 好吧 要不你把这个衣服就说放在这里也可以 知不知道 反正的话呢 我也我也我也觉得是不是以后的话呢 你不不不用给他买了 真的 啊 生什么气呢 嗯 那我都说了我不稀罕 是不是 你如果要腌的话呢 那你就 腌出外面去嘛 是不是 你看 好了 那个衣服呢 是吧 他直接腌出去了 其实呢 哪怕他不腌出去 我也要把它腌出去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稀罕嘛 你看 这个就是呢 每天的这个模式啊 然后的话呢 其实你看 刚刚我也没有说什么啊 就是说得罪他的话嘛 我就说了 这个东西 我说你以后不要买了 我们呢 不需要你买 也不需要呢 就是说你去付诸 有什么吃的 喝的穿的 我做我都会负责 你不要在这里假信心 好 说到这句话 你看 大发雷霆啊 心里面呢 非常的不开心 那不开心就不开心咯 演出这句就演出去了 你不演我还得演呐 是吧